嗚嗚 它的顆粒不是沙沙的顆粒 是整塊的那種芋頭 嗨 大家 我是波紐 今天要來開箱全家的芋頭計啦 終於要來開芋頭計了 那還沒有訂閱我的影片 記得要幫我按下訂閱並且開啟小鈴鐺 喜歡我的影片 要記得多多幫我按讚和留言還有分享喔 那我們就趕快來吃吧 首先是玉劍起司貝果堡 這個的話它是期間限定的 裡面是有包蜜芋頭餡跟香甜蜂蜜 蜜芋頭 對 就是新鮮的芋頭在哪裡 就是甜芋頭啦 蜜芋頭 對 有點像是人家煮那種剉冰的那種蜜芋頭 弄得爛爛的這樣子 這個的話因為 繼上次就是三種起司的那個貝果之後 就是有夯了一陣子 那大家都說原來是加熱或者是氣炸過後更好吃 所以這個呢我就先微波再氣炸 它再不好吃就真的不是我的問題 不過它這個就是稍微這樣子輕輕擠一下 中間的線是滿明顯可以看得到的 嗯 它的芋頭很棒耶 真的假的 嗯 我開始期待後面的產品了 它的芋頭不會過於甜膩 然後吃起來是真的帶有一點蜂蜜的味道 然後起司我以為它會有一種鮮甜鮮鮮的感覺 不過就還好 但是它那個蜂蜜的蜜香跟它那個芋頭泥的綿密的感覺 真的會讓你不自覺的就這樣一口兩口 然後這個貝果一下子就吃完了 我覺得這樣弄完真的是滿好吃的耶 那個貝果的軟度跟那個嚼勁都在 還不錯 是不是有起司感然後蜂蜜有帶一點點味道 對 嗯 那這一道的美味度你會給你們 這道的話這樣子的貝果我OK 如果想再吃硬一點 可以再氣再久一點 嗯 我喜歡 所以我要給它4.1分 喔 CP值的話我覺得這樣49塊其實不算太貴耶 嗯 是絕對會回購的 所以CP值 4分囉 上菜 芋泥金沙麻糬麵包 麻糬喔 又是麻糬 對 而且它裡面包金沙那應該是包像那種蛋黃的那種鹹蛋黃 喔 它很期待喔 嗯 不過呢 因為我很甜冰 就是我買回來 因為我沒有馬上開箱 我後來又去蒐集了就是今天才上市 今天是禮拜三 我們禮拜三拍的 那我就把麵包全部都冰到冰箱裡面 所以我今天開箱的就是都是有加熱過後的包夸麵包 微微的微波一下啦 不然齁 我就是吃冷的了 欸 它裡面整個剝開的這個麻糬的籤絲好讚喔 而且它的料 雖然說它有一半可能沒有這麼明顯的有料 可是它另外一半我覺得它塞得很滿 好好吃喔 跟芋頭搭配起來好不違和喔 嗯 它有一點點像你在吃那種 月餅的那種芋頭酥裡面內餡的那種感覺 芋頭麻糬酥啊 的那種月餅 它裡面就很像 只是它外面是用這個麵包下去包的 然後我覺得它的甜度來說也比較不會太甜 不過這款的芋頭味可能相較來說 我覺得還是會微甜一點點 但我覺得這款芋頭味沒有那麼重 對 就是沒有那麼的芋頭味 可是它的甜度反而是比較高的我覺得 但是它有一個很好的點就是 我們加了過後裡面的麻糬口感變得很好 喔 對對對 就變得更軟 就是它的那個牽絲感覺更明顯 然後是更軟的 不會讓你覺得就是吃起來會黏牙 或是就是不好拉扯的感覺 我覺得這個如果真的買這種麵包啊 其實微波10秒很快 你就請店員幫你微波一下 嗯 口感好很多欸 超超多 嗯 那這個美味度妳要給幾分 這個我也喜歡 不過它燒甜一點點 所以美味度的話我給它4分囉 這款下起來我覺得滿正常的 而且很多麵包店其實買到 不一定會比這款好吃 所以我覺得這款的CP值也值得4分啦 哇 下一個 紫薯芋泥軟歐 這個的話呢也是歐式麵包 裡面的話是顆粒感的芋泥餡 顆粒感 對 就是一塊一塊的那種 會有一粒一粒沙沙的那種感覺 如果喜歡吃芋頭喜歡吃沙沙的 不用吃整塊的 對 整塊的 就是吃這個可能就對了 這款的話它比較像那種就是 就是有點五穀全麥的那種麵包的味道 它外面鋪的那種粉 外皮啊 嗯 外皮的這個 比較像那種五穀麵包的那種感覺 嗯 怎麼樣 它的內餡感看起來也很不芋頭耶 這款的話我覺得它滿古早味的 古早味啊 嗯 哇 好芋頭喔 這款的芋頭味是最明顯的耶 它裡面的那個芋頭泥啊 是有微微顆粒的 而且它的顆粒不是沙沙的那種顆粒 是整塊的那種芋頭塊的那種 超芋頭的 嗯 然後它的麵包啊 本身這個紫色 其實不太確定它是色素 還是說就是芋頭的那種 打下去做的染料 感覺應該是應該是要 喔 紫薯啦 紫薯 它說紫薯歐式麵包 所以外面這個是紫薯的顏色 但我覺得愛芋頭的這一款 就是一定是大眾 嗯 這一款應該會是最愛 因為它芋頭味是完全的體現出來 嗯 就是原味的芋頭味道 嗯 因為前面兩款芋頭味可能還沒那麼以前 會被一些其他東西蓋掉 但是這一款就是純芋頭的味道 然後紫薯的麵包 完全可以體現它那個純芋頭的感覺 再加上它可以完整的吃到芋頭的顆粒 那這道沒有 欸這我就可以幾分 這道的話 因為我也很愛芋頭 所以我要給它最高分4.3分啦 讚讚 而且這個只要35塊 最便宜 所以CP10我要給它4.5分囉 記得樂一下比較好吃 下一道 玉劍香松三明治 喔 芋頭加肉松 鹹甜的滋味 嗯 感覺很不錯 對 想像起來覺得還不錯 這個的話也滿期待的 不過說實話 這個的話價格就有點小貴了 就這樣一個三明治要42塊 不過看起來它的就是芋頭餡是蠻多的 然後它的那個肉松餡也頗多 所以希望口感好不錯囉 這個的話其實有點納悶啊 到底要吃冷的還是熱的 應該都可以吧 對 但最後我還是因為剛從冰箱拿出來 所以我還是選擇把它微波了一下下 這個我覺得會是你們愛 因為它有美乃滋嗎 嗯 因為它有肉松 它肉松有美乃滋嗎 我覺得還好 嗯 有嗎 我其實對於有點害怕美乃滋的我來說 它的美乃滋我可能微微的有點吃不太出來 我覺得它肉松會帶太多了 對 所以我說你會愛啊 因為你會喜歡肉松 嗯 這款的話其實 芋頭的味道有一點點完全消失了 因為肉松的味道很搶眼 雖然說它芋頭已經疊了兩層 可是兩層其實來說 它都不是塗得非常的厚的 所以那種吃起來的感覺 你沒有吃到芋泥甜甜的味道 也沒有吃到那個就是芋頭的香氣 是完完全全就是一個在吃肉松三明治的加乘的感覺 嗯 肉松太長眼了 嗯 肉松的那個海苔味跟那個肉松味 所以就是完全是這個的食物主體百分之九十九點九 嗯 那這道的美肋度那個幾分 這個的話因為畢竟是芋頭季 所以這個的不會不好吃喔 就是它肉松其實是好吃的 可是因為它芋頭味都不見了 所以芋頭季我只能給它三點 一分 CP值的話42塊 我自己覺得有點太貴了啦 我會寧可去買其他東西 所以CP值三分 下一刀 芋泥奶黃雙線泡芙 這個看它的照片有一點點感覺厲害 就是除了芋泥之外 它還多了奶黃的那一切 對啊 蠻期待的 這個也是多等了幾天 它不是在第一批上市的 它也是最新剛開箱 怎麼樣 以泡芙的爆漿程度來說 我覺得它算是非常的飽滿啊 不過我其實更期待它的芋泥 會再多一點沙沙的感覺 就再多一點可以吃到那個芋泥粗粗的那種感覺 不過它這款就是顆粒感沒有很明顯 就是完完整整的都是芋泥奶油 芋頭奶油 泡芙啦 沒辦法 所以它的相對上的口感來講 就是我會比較覺得是那種奶油泡芙的那種膩感 嗯 真的是有點滿膩的 對 然後它的奶黃也有一點點搶過芋頭的味道 對 就是它的芋頭味有那個香氣啦 可是它很容易被其他的東西蓋過去 不過是好吃的啦 那這道的美味度我們會給你解決分 這道的話 我給它3.3分 CP值的話42塊 以爆漿的泡芙來說是很OK的啦 不過以芋頭的泡芙來說 就只有3分囉 下一道 芋泥QQ塔 它這個塔滿精緻滿小巧的耶 而且上面有很明顯的芋頭塊 我想說你怎麼把它擠出來然後打在上面 沒有 那是它本來就長這個樣子 什麼會擠出來 但它這個塔就是整個是滿滿的芋泥的感覺 看起來是心情滿療癒的 拉絲在哪 我吃不到拉絲感 為什麼哪會拉絲 我不知道啊 芋頭圖很拉絲 因為山藥 它自己說會有什麼拉絲QQ線的啊 我問了 我剛剛吃半天沒吃到拉絲 那是什麼 好黏喔 那是什麼 我也不知道 好 再吃吃看 好像熱龍膠 好像熱龍膠 不要開玩笑 不是 你這樣一講完 不小心又讓我想到彈像鼻涕 你知道嗎 那時候那個歌的狀態跟那個 就是低下的狀態 好長喔 很麻糬啊 還不錯耶 其實芋頭也沒那麼明顯 但是這算是一個滿特別的體驗 就是它整個那個QQ的那種拉絲冰冰涼的感覺 會讓你就是吃塔 因為吃塔會偏比較乾一點 因為塔皮都比較乾乾的 它會再讓你多了一點點感覺 你有喝到汁的感覺 對 多了一點濕潤的口感 所以整個吃起來 因為芋頭其實 你弄成這種塊啊 弄成泥 其實它跟塔 弄起來是偏乾的 嗯 我覺得它的這個小巧思 應該是希望說 讓它吃起來 不要整個口感 感覺起來是偏乾的 嗯 讓它是有一點點可以 濕潤的一個綜合啦 那這一道的美味度 你會給幾分 這一道的話 嚴格來說啦 真的算芋頭的話 它其實真的不能拿到太高分 嗯 對 但是看在它的小巧思的份上 還是比泡芙再好一點 因為比較可以真實的吃到芋頭快的感覺 所以這個的話 我會給它3.8分 CP值的話 這樣子一個45塊 它算是不會太甜 可以當作下午茶 配個茶喝 配個咖啡 所以我也覺得還OK CP值的話 3.6分喔 下一道 芋泥千層蛋糕 讚 你覺得它的千層 每一個季都會出一次 就是都出個不同口味的這樣子 對呀 不過因為它的千層 做得真的算是還不錯 所以我覺得等於說 只要加上一點別的東西 就一樣可以完成這個千層的部分 它就可以同樣的生產的技術啦 那當然是要多做一點 那感覺怎麼越做越小快 嗯 我好像也覺得它有變比較小快 還是我們的錯覺 我這樣看起來怎麼感覺都是奶油啊 都是芋頭奶油跟那個泡芋的芋頭奶油一樣 我覺得它跟泡芋的芋頭奶油有點不太一樣 講真的假的 它也都是奶油沒有錯 可是我覺得它的芋頭的奶油吃起來 是就有讓我覺得有點微微沙沙的感覺 然後再加上那個蛋皮的味道 它沒有鮮奶油的那種膩感 它是那種芋泥那種沙沙的 有一點點微微沙沙的那種感覺 對對對 所以吃起來的話芋泥味我覺得滿夠的 然後有一點點小顆粒很微很微細小的那種小顆粒 會在你嘴巴裡跟喉嚨間停留的味道 欸這個還滿不錯的耶 真的很不錯 嗯 因為它疊得非常厚 而且它每一層啊 它沒有給你偷工尖料 它每一層都是給你疊滿的 然後再加上它這個蛋餅皮本身的千層表現就很好 我覺得這款反而比原味千層吃起來 就是相對來說比較不會這麼膩耶 對對對 原味千層吃起來很膩 而且它真的芋頭的那個觸感真的是有表現出來 對 因為我以為真的是難的 但是它真的有那種芋頭的魔神沙的那種感覺 那這道的美味度你也給幾分 這道的美味度的話 我會給它4.2萬喔 CP值的話雖然它55塊比較貴 可是呢 畢竟它是千層蛋糕 所以我也會給它4萬喔 讚讚 那以上就是今天全家的芋頭技全品箱開箱啦 我覺得表現還不錯 大家覺得呢 歡迎在底下留言跟我說唷 掰掰